在2016年新兴市场货币和发达市场货币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明显模糊 市场策略师认为全球政治是最大的因素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6日 星期一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传统上稳定的货币如英镑 欧元和美元都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这部分是由于英国偷公投 意大利宪政失败 特朗普意外获选等政治上的因素 投资者将这些归因于于民粹主义者的愤怒 欧美等国极右翼势力的撅起 对西方现存自由派的冲击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欧盟的解体和民主制度的颠覆 波郎兄弟哈里曼的新兴市场外汇策略师温兴认为 市场上的风险一般都是新兴市场的主题 但发达市场在过去几年也出现了政治上的风险 随着英国偷公投 汇丰银行外汇策略曾表示 交易英镑就像是交易新兴市场货币 和市国集团的其他货币相比 英镑波动性大得多 今年英镑对美元的币值跌幅于16% 今年在即时货币中的表现垫底 在美国特朗普将会减税增值的政策预期推高了美元 投资者都认为 特朗普一旦实施其政策将就促使美联储更快加息 在意大利限改公投失败后 意大利总理伦齐辞职 欧元下跌 但随着意大利反对党在2017年初举行选举可能性降低 欧元迅速恢复 意大利下次选举将安排在2018年初 对欧元来说 明年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政治上的考验 德国 法国和荷兰等国优异政党都有望在选举中占得上风 市场策略师们都表示 为了预知欧元在法国优异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 玛琳娜勒庞当选时将如何反应 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新兴市场货币在今年的情况 在2016年 随着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不断被控诉 减大空民自由权 波兰兹罗提兑美元币值下跌了7% 是欧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 在上周二 波兰保守党派政府推动了一项法律学者认为 会削弱该国宪法法庭权利的法律 在土耳其 总统埃尔多安有效地清除了土耳其军队 警察力量 大学和文职官员中的政见不同人士 土耳其里拉币值下跌了20% 本月初 土耳其里拉兑美元交投于3.6里拉 其币值跌至历史最低点 南非兰特对美元在今年贬值将近10% 无论是新兴市场货币还是发达市场货币 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 这种影响很有可能还将继续 马提子说 有一件事非常确定 今年世界各国的政治已经成为外汇市场的一项关键因素 在2017年 政治因素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